中文字幕录音乐 show happy 今天昆顿身边有两位乐坛的新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晋升 大家可以叫我做晋升的客人 我是文昭 大家叫我文昭就行了 两位好 是 今天第一次听到你们两位的声音 还有一首合唱歌叫船祸 其实说歌之前 先认识一下两位 為何你們會加入樂壇 還會一起出歌 那你先吧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們是不是一個組合 但其實我們不是一個組合 亦都可以說你可以當我們是一個組合 但今次我覺得… 金魚 有點兜了 對 有點兜了 今次不算是完全是一個組合 因為不敢適合這作品需要兩個男生去唱 剛好我們又在後緣分 選擇了一起合作這個作品 是的 但當初你們是為何想向唱歌這方面發展 其實喜歡唱歌的人 故事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由小到大就喜歡唱歌 慢慢其實小時候因為我接觸流行歌 尤其是粵語歌就是因為我爸爸 他就是哥哥的粉絲 所以小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我已經在聽沉默士金、風紀獨吹 慢慢就喜歡唱歌 到後來就開始…到中學時期就參加一些比賽 慢慢發現自己有一點點天賦 就開始參加比賽 就拿到一些名次了 一直都喜歡唱歌的 其實到了…讀完大學了 我就來了香港這裡 就讀研究生在職務會 讀完之後又去了北京北漂 是 不過是做一些傳媒的事情 嗯 做一下做一下 這個時候就收到的電話了 就是現在的老闆David打給我的 他就說HELLO MANCHIWA 你…我是誰是誰 你有沒有興趣回來一起做原語歌 然後我就說黃心流是堅定流 就是有些詐騙 你明白嗎? 就是有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就了解了一下 就知道團隊包括有Eric 有艾森老師 都是很專業的音樂人士 然後就開始合作 即是現在的老闆 找你 有沒有興趣呢? 是的… 本來我都喜歡廣東歌 那你呢? 其實我跟他也有點相似 只是我比他早一年左右 其實我在中學就選了讀音樂這個專業 然後回大學之後都選了流行音樂專業 然後順利成章畢業之後 就實習期間都是認識到 你所說的那位神秘人 一個神秘的email 傳過來 就認識了 然後開始 其實跟他接觸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集資投資一個 我們搞了一個boyband 就是四個男子 一個男團 算是 最後因為成員種種的 思想上不統一 或者做的東西又不什麼 最後失敗告終 打擊挺大的 不過後來覺得 自己既然選了這個專業 學到這些東西 還有覺得自己也是很熱愛這個行業 很熱愛音樂 所以就決定繼續在行發展 然後周初神 Derek老師一直走到現在 就認識到我回來了 我們之後就認識了 嗯 即是說 初初本來是一個男團 但其他成員不玩了 就走了 但你決定 我想繼續走 我想繼續走 到現在 有機會 兩位一起出一首歌 就是兩個的first part 這首《漩渦》 其實不容易唱 但在你們身人來說 要處理這首歌 其實是困難嗎 也很難的 對我們來說很難 不過都很慶幸 有這麼多位老師幫忙 那幫我們克服了 其實他們也幫我們克服了很多很重要的困難 這次的製作 過程中 遇到困難 就是 即是以前我覺得自己都算 懂得唱歌 懂得唱歌 立動一二 唱到一個音 即是 之前我很驕傲 你知道嗎 哈哈 哇 挺好聽 那麼驕傲 接著進入錄音室 又是監製 又是周初晨 接著他就跟我說 喂 你這樣唱歌不行 你要唱一個波浪出來 即是其實 那個group 其實我是不明白 我要辦到 明白 即是我說 好啊 我再試一下 其實做完之後 我才明白 即是對唱歌 對音樂都有更深的了解 理解 即究竟為何捉住那個混亂去做 是啊 即不是說唱對音就行了 即是你要有感覺 感覺 感覺這件事 即是很蟬 這個是我比較大的收穫 嗯 我就覺得唱歌這件事 就不是一件理性的事 我覺得他需要很感性 就正如你剛才說 有很多東西進到室室 對著咪 戴著耳機 有很多東西 你是很抽象的 解釋不到 所以我覺得感性的音樂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當中遇到最大的困難 是我從未試過 在同一個咪 同一款耳機面前 是兩把聲和另一個男生一起去唱一首歌 所以中間 你們是一起錄音的 是啊 當時我們是一起錄音的 因為考慮到很多情緒上的東西 還有聲音的合拍 所以我們選擇數是兩個人 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空間 對著同一款咪 所以中間我們會有很多交流 例如激動起來 揮他一拳 他又捏我一下 對著 因為這首歌 他本身說的是三國六亂 對 所以 兩個人一起錄會有情緒一點 為何多盡算我 就讓我和他 我無法逃出生天的角下 為何多盡算我 總歸避的他 偏偏覺得一本真真的馬 但願道過方話 你我他心裡 我去一切像夢話 就算假若是風高天下 那個善船我愛你對他說吧 現在有自己的第一首歌 或是由你們合作的第一首歌出現了 讓人知道你們是誰 不如認一下你們的聲音是甚麼 但是 作樂壇新人或是 要在華語或是香港樂壇發展的話 其實你們的目標是甚麼 短期目標是甚麼 短期目標 首先 就像你所說 要讓大家先聽到我們的聲音 先認識我們這個人 除了這首歌我們做完宣傳之後 接下來都已經在搞第二首歌 Solo能入場嗎 現在還未定 看看 可能會有幾首歌 現在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可能是一首歌 編兩個不同的 兩個Version 因為它是比較 Rug 我可能會喜歡很慘的苦情歌 或者會一起唱 最重要是看作品 最重要是看我們的團隊 一起磨合出來 或者大家的意見 可以去到一個 即是製作出來的作品 就像這首歌一樣 它一個人唱 或者三個人唱 反而不夠兩個人唱 而且是兩個不同的聲音 去磨擦一些不同的東西 但你們本身喜歡的曲風 是不是都很不一樣 是啊 是啊 有共同點 但是 剛剛也說到 它是比較喜歡搖滾的 即是行一點 硬正一點 又不是 其實它喜歡日本的搖滾 我偏苦情歌 苦情歌 從小到大都苦情歌 我哪裏流行 流行苦情 流行苦情 好 好的 所以在將來做自己歌 或者做歌的時候 就要看看 如何可以中間 拿你們喜歡的元素出來 吐到你們身上 又或者如何可以困在一起 好了 現在大家可以聽一下旋威這首歌 認識一下兩位 先認一下聲音 遲些應該會有更多機會見到你們 會的 遲些再見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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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